嗨 大家好 我是訪聊鄉的鄉民 我叫做張仁錦 那眾所皆知 我們的時代力量 立法委員 黃國昌委員 將在這個禮拜 要下來訪聊這邊 來匯干熱烈療機場 那熱烈療機場是 屏東縣民進黨籍的議員 周碧雲議員所設立的 那在這邊呢 從2014年到現在 已經4年多了 那造成地方惡臭 長期的汙染 這個問題一直吃事無法解決 我們的屏東縣政府 潘孟安縣長 也沒辦法針對熱烈療機場 來做一個有效的處理 同時還給訪聊鄉親一個 安靜 快樂 而且有乾淨空氣 可以呼吸的空間 那黃國昌委員呢 他近期呢 在對熱烈療機場這件事件呢 也要求我們的農委會主委 陳集中主委呢 儘速處理 不過我們的農委會主委呢 看樣子 並不是真心想要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呢 黃國昌委員呢 決定在這個禮拜四 上午9點鐘 在訪聊鄉熱烈療機場 如果你想要前往聲援的朋友呢 請你在Google地圖 輸入 平通線訪聊鄉 中華路700號 平通線訪聊鄉 中華路700號 你趕快到這個地點 就可以到達熱烈療機場的 這個入口這邊進去了 對 那如果呢 你想要這個更詳細的地點呢 那當然你可以視訊阿吉 阿吉呢 會給你一個坐標 你可以用過擋 進來到熱烈療機場這邊 如果你不方便在9點鐘的時候 到訪聊鄉熱烈療機場 來進行一個聲援抗議的話 在上午11點鐘 你也可以到 平通縣政府的大門口 黃國昌委員 也會帶領我們 一起向平通縣政府 來做一個嚴正的抗議 在這邊也邀請各位朋友 如果你居住家鄉 不管你是在高速 這個福星道具工廠的汙染 或者是長製的 跨製廠的汙染 屏東市 久如地方 蛛死的汙染 其他地方 竹田冠燃 很多地方都有汙染 甚至在今天 在東港那邊 也有 雞死味的發生 在這邊我們不惜想要問 潘縣長 已經到哪裡去了 潘縣長 已經到哪裡去了 不要只會拍片 當網紅 還是 你在預留你退休之後的後路呢 如果國內的 演藝圈的經紀人 有缺一個優質的藝人的話 潘縫安縣長 非常適合 你可以去他的臉書看一下 他很會演 很會演 很會演 OK 那我們就跟大家報告到這邊 同時呢 再次邀請大家 不管你是居住在哪一個縣市 哪一個鄉鎮 只要你對環境意識有 重視的話 都歡迎你在 禮拜四上午九點鐘 到仿寮熱量機場 來聲援黃果商老師 仿寮人 各樣站出來 不管你是哪一村 哪一鄉 這個時候都不要分了 只要是仿寮人 都該站出來 一起捍衛家鄉 自己的衝頭 自己不買 誰會帶你 還有 潘縣長 你的屏東線已經整個失空了 你還要省寧多久呢 讓我們一起站出來吧 MUZ aunque我是想念在喜好 像你 哦